住手 别想不开啊 你知道我这些天怎么过的吗 你先冷静一下 别过来 你们这些好学生不会懂的 什么做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心意已决 把诗卷打诗 就没人知道我考了多少分 看老师能把我怎么办 还是太天真了 只需四步 我就能让它复原 什么 先用纸巾把书表面的水分吸干 再拿走纸巾 把卷子放进塑料袋中 找两本大小相近的硬颗书 把它夹住 最后把它放进冰箱 冷冻半小时 只要不风吹和晾晒 打诗的课本或试卷 至少可以复原八成以上 小儿郎 我恨你 你们学会了吗 为什么不点赞 无难诸位能吃辣 食材人不服 没味道啊 我国吃辣的高地 主要其中在南方 而广多的变态辣 只是陕西的重辣 湖南湖北的普通辣 重庆四川的微辣 贵州的微微辣 江西的不辣 我们早餐就开始吃辣酒了 怪不得全国六分之一的高潮医院 在云贵穿鱼 湖南人年均吃辣椒一百斤 痴床率76.64% 居全国第一哟 牛椎大学 法河大学 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项 持续八年 覆盖五十万中国人的研究表明 每一两天吃一顿希腊食物的人 死亡率低14% 并且爱吃辣的人更容易瘦 辣椒里面的辣椒醋 能复进肠胃代谢 帮助身体燃烧脂肪 让你再不知不觉状病瘦 我一吃辣就长痘怎么办 吃辣椒并不会长痘 包邮钢脂和高潮饮量 才是长痘的原因 辣椒醋 有降低肠脏肠油风险的作用 还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管心病的发病率 辣度也是有排名的 几级紫美人灯笼椒 辣度为零 还带点甜 二级卖辣鸡吃 三级老干嘛 嗯 我们行踪里点滴辣酱 四级海底捞干鸡 绝大多数人躺到这儿 而四川人表示 登登不辣 五级新姜板椒 六级重庆泡辣火锅底料 七级小米椒 八级变态辣疯狂口吃 八级变态辣疯狂口吃 九级江西朝天椒 这都是用人炖汤煮粥的 嘿嘿 你们猜十级是什么 救命啊 救命啊 嘿嘿 放心吧 没人会救你 刚才救命根本没用 要向特定的人 划出求求信号 让他们产生使命感 穿黑衣服 带鸡零子大哥来救救我 你是谁啊 放开他 这种我见多了 误会了 我是他舅舅 小明镜石状况有点问题 不好意思他 这样啊 那快带回家吧 坏人会用这招 降与周围人的警惕节 这时要稳定情绪 以疾人之道 换治疾人之身 刀哥 刀是贩毒的 快点人吸毒 只要进了警察局 一切都会水落石措 我就不信了 遗憾救命更有用的是 救火 着火了 你当中不中 可能不会有人当真 但当你的利益变成集体利益时 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 以后啊 你全面也用不上 前面 我打断了 加油 忍不� 成功 温轮